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丞湘和曹春兰告诉寻庆小组 女儿王玉今年36岁 不光抽烟喝酒喝浓茶 曹春兰说 现在女儿这个样子 谁能想象18年前 王玉还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 志在考上秋华北大的高材生 高考他的那个考出文字的成绩是不错的 2000年高考考考了593分 193分 他的语文成绩考了127分 他是一中的试验班 像一中的试验班 他在那个班的成绩 大概是中等 中等 中等 所以那时候高考的时候 他还是成绩考得比较好 成绩比较好 就是他就是没有上清华北大就开始了 他的志向是上清华北大 就开始了 他是想说这个志向还是 一路来就是读书 读书还是比较勤奋 曹春兰说 女儿的人生转折点 就出在2000年 那年学习成绩优秀的王玉参加高考 原本志向清华北大的王玉未能如愿 但593分的优异成绩 也足以上重点本科名校 最后王玉被南开大学录取 但那一年却成为曹春兰永生难忘的一年 我发言的是我当时给他读了一句醉 并不是我甜的 是老师谢的 我记得意思是本来南开大学的会计学也还是比较 在我们国家还是上最好的学校的 最好的那个 想到什么女孩子学会计学也可以了 好偏心 我大概就最近意思他有几项呢 有可以同时选很多专业的呀 好偏心南开大学呢 又是选择这个专业 南开大学跌了吗 跌了 曹春兰告诉寻青小组 自从2000年王玉考上南开大学以后 渐渐他发现 女儿的行为举止开始变得奇怪起来 大学毕业以后也不愿找工作 不愿恋爱结婚生子 今年已经36岁 毕业也已经14年了 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为何毕业后不愿外出工作 不愿恋爱结婚 究竟2000年以后 王玉遭遇到了什么 会让他由一个众人瞩目的偶像 变成如今这样怪异的人呢 庄本集中有所谓是 人家是图案变成人 新的 原来 sea 子女人 Yi Soon 一般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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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考上了名校 大学考上了名校 又怎么样了 但是现在为什么 不好好地努力 找份工作啊 过正常的生活呢 找份工作 工作总是要找的嘛 是啊 中间是精密的一些什么 现在这个工作不好找 也很正常嘛 像那种名校的毕业的大学生 你这样能够考上难开 现在也不是什么名校 名校你去工作就没有工作 就没去工作就没有 就是很正常嘛 是不是不管你是什么起点 对吧 也不管你是什么 但是你妈妈说就是说 你现在也有三十多岁了嘛 是吧 她想你过正常的生活 对这个学吧 找份工作的工作啊 对对对 现在稳定的工作 也不是那么好找耶 你要是你家里面本身就没有什么 也不开企业也不当老板 对吧 您的想法是想当老板是吧 对啊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现在我都三十多岁了 也不是说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 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是吧 对 那为什么直接想当老板是怎么回事呢 想当老板正常嘛 总得要从基层开始做起吧 基层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很多年嘛 对啊 也是什么样的工作经历呢 大学毕业以后也是什么样的工作经历呢 什么都有 当家长 在银行里面都会 什么都有 王玉语出惊人 他表示 自己大学毕业后 曾经做过几份工作 但都觉得这些工作 既辛苦 赚钱又少 于是蒙发了开酒店 当老板的想法 先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挣两百万 国家政策是55岁退休 你想到也只有20年 对吧 你20年 我跟你说 一年你收入12块钱 也就二百万 你就算了 你就挣两百万块钱 你就算了 我要总是想 有什么很多很多理想 但是我说 如果你真的走得好的话 你开个酒店 二百万 你可能一年就挣回来了 有可能的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 但是你总是停留在这个 没有资本的这个原始的阶段 那你可能就要挣一辈子 挣到你退休 还不一定能挣两百万 你也听说吗 北道的那个学生 卖猪肉的 开了好多家年 说这些是发财了 一年挣好几百万 你想像他一样的吗 他想啊 每天在家里就是做梦 对对对 梦到每一天 哎呀天生 就是天生掉下来 有钱给捡 要起着早餐去捡捡了 要不让人家去捡掉了 是吧 他就每天就是 睡在家里就是 今天就要开酒店 你要开酒店 你就起嘛 你自己要有个策划吧 你也要 你自己要双手去坐吧 你就是每天 就是坐在家里 喊当老板 你就当得起老板 对于女儿王玉不切实际 好高骛远的想法 母亲曹春兰很不赞同 他说自己和老伴 辛辛苦苦培养女儿18年 好不容易让他上了名校 原本也没指望 他能赚大钱当老板 只希望他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过一个女孩子 该过的正常生活 可没想到 如今王玉却整天 好一五老 想法天马行空 梁老都非常担心 所以我们跟他 完全就沟通不了了 他就是 他就是 今天在你那边 去打工三天 三千块钱一个月 你去打 你也去打呀 你三千块钱一个月 你也去打 你也去赚钱 养活你自己啊 我们不要 说得对吧 好听到 我跟你爸不要你养 但是你自己 养活自己 上市都说了 还要我们做父母 请的来养你啊 每个月就请我们要钱 不要钱呢 不要钱就是要是他没钱了 我们的钱都得到身上 我睡高都睡不了 放在家里就都去偷 好现在到什么时 到什么程度啊 上一次他没钱了 我银行里的卡的钱 一直就是把这个钱 我就一直不敢告诉他密码 不敢那么 他接着他从网上给我搞个赏 就走过了 结果呢 我就为了这个事 我就打了他一层 那这一次我就打得很了 就打了他一层 好 你讲我怎么办 我连卡上的钱都穿不了了 我没地方穿了 在家里他会到处放 全部放光 小冬 你们不知道什么 你的钱都买了房子的 我买房子 我买的房子 也有个农村的房子 只有多少钱啊 10万块钱的东西 你们这好多钱 我们这也要住吧 我们爷爷都下来也住哦 你11块钱的 今天买房子 明天买车子 你借钱 我买车子 你不是买的好车子 你一万块钱的车子 天天都下来 你借了 你一万块钱的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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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有点埋怨父母亲 不是埋怨父母亲 有什么好埋怨的 他们买房子买车子 这他们一辈子都继续存的钱 是不是 就是他们做什么用途 是他们的自由 对不对 你如果这个事情 他没有把钱给你 你一定要埋怨他们吗 埋怨他们干啥 没有埋怨 你看我们埋怨他干嘛 那你刚才还说 你们还买了房子 买了什么 对啊 他存钱就是叫我要去挣钱嘛 女儿的话戳到了老两口的痛处 两人辛辛苦苦一辈子 存了几万块钱 在老家买了一套老房子 准备养老 花一万多块钱 买了一部二手车代步 现在居然就连花这点钱 也成为女儿怨恨他们的理由 让他们做父母的感到寒心 曹春兰和王丞相意识到 王玉衡可能是心里出了问题 你没放过这儿 没放过这儿我躺起来 为什么要躺起来呢 为了他们发 他们害你啊 他们害你 他们为什么要害你啊 他不是女父母亲 为什么要害你啊 这时候我拿他的车 就是偷啊 对吧 不是喊我说什么 你这个看不是可以 给他们看一看行 你不是可以 你没放过这些 把你脱的 不得冲开了 看你自己打电话 怎么办到许可文 开了 让他来看一下嘛 他要冲我吧 你等我再冲 看一看 你看我不是的 你看我不是看吧 我把你身体的 打电话给我冲吧 我不是的吧 我看你身体的 打电话给我冲 打电话给我冲 我看你 我看帮我冲 你加油了 我看 你干什么 你心里有问题 我心里有问题 老子都有老子 母亲曹春兰想 找到王玉的大学毕业证 和毕业照片 拿出来看看 可是却引起了 王玉的不满 原来自从大学毕业以后 王玉就把所有 有关自己的物品 都藏了起来 甚至把自己 原来的照片 都丢掉了 似乎他的曾经 对于王玉来说 都意味着逝去 谁也不能出棚 他说妈妈 妈妈你找一千个心理医生都是肯定 你只要每天 有哥哥给我接药带 我每天 有哥哥 有哥哥给他接药带 他就买到病 母亲曹春兰说 王玉一年四季都睡的是席子 而且从来不更换 房间里也是一团乱 作为一个女孩 王玉很少收拾房间 更让曹春兰难以接受的是 王玉不讲个人卫生 这个房间 几乎成为他个人的垃圾场 来来来 你看来来 来来来 你来看来来 给鸟堆起到锅里头来 这什么东西啊 鸟 小饼是吧 嗯 它放在这里啊 不刚刚把它看还不晓得 你们几十年啊 小饼全部放在这里啊 嗯 你看你这样整上不 自己把你这个房间里给整理好了 把那些鸟和刀割开了 现在呢开了 现在就开 开了 给整你房间了 那房间里也要整 开了开了 你把这个房间里给整理了 你问都问不得了 咱 咱们把这个房间的垃圾 好吗 要得了 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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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理一下子 你拨好整理的吧 拨好整理 你自己锅子 你也要锅子先 把那两刀 自己把那两刀 把那两刀 整理一下子 看这么整理了 拨过家 喷细致 我到那里垃圾了 叫花了 对 为什么自己的房间 都这样的人都不愿意整理一下 还睡席子不能吗 不能啊 这几天睡席子不能 人也没办法 怎么没办法呢 哎呀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在王玉人生的第一个18年里 他学习成绩优秀 以高分考入南开大学 是同龄人的学习榜样 同时也是父母的骄傲 可是人生的第二个18年里 王玉的人生仿佛像过山车一样急转直下 变成了一个举止男性化 隔绝正常的社会生活 自我封闭 染满恶习的人 甚至连自己的父母 都不愿意与他生活在一起 那么究竟为什么 前后的18年 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难道其中 王玉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吗 又是什么原因将他改变了呢 小时蛮游行的 就是放在高中以前 高中毕业以前 都是蛮游行的 放在以前呢 他都说有不要管 哪很管他 有不要管 就就蛮游行的 早上放在早上是六 六点钟就起来 就自己起床以后 搞了就七个八 说起18岁以前的女儿 曹春兰和王丞相脸上 还流露出点点欣慰 老两口回忆 那时的王玉读书刻苦 生活上也规划得津津有条 从来不让父母操心 是远近闻名的好孩子 不仅如此 王玉的学习成绩 也曾经是父母的骄傲 从事出生 从事相当好 相当好 初中他因为考初中的时候 他就 考初中的时候 他就没有考上一种 背着是造俗 就是人就造俗人 麻烦了一种 所以他读出相当 很强 好强 高中的背着他就有考试研 他就自己考上 就考进去的吧 就麻烦了 麻烦了 所以我们大学上的人都 都好羡慕 他就在说 我们在这里就说 就是 就是 就是他很 都说的是 他有一个认真 又不随便 怎么又不 老把钱又不出去 自从2000年 王玉高考那年起 两人就发现 王玉出现了不正常的地方 常常焦虑一怒 开始 夫妻俩还以为是孩子 学习压力大 没太在意 可等到女儿 读完大学以后 他们开始觉得 女儿的行为举止 越来越不正常了 那个时候年轻 80以后 我 年轻 80以后就开始 嗯 就不是慢了 没事 不是慢了 那天前 一到街上 就自己到去吃 吃起起 原来很羞气 没有这么胖 就是从那一年 吃起就这么胖 等到我12月份 摆了过年 这个我一个看看看天啊 我一个大看天啊 他大看天啊 我大对他 完全被人给他 老虎也好大啊 那些人 我推不上过来 太大了 吓到了 曹春兰回忆 女儿大学毕业 刚开始几年 还去找工作 只是每份工作 都做不长 但到了2008年 王玉彻底 不愿外出工作了 每天疯狂 吃各种食物 体型也渐渐变胖 才一年的时间 体重就从原来的 100斤左右 猛增到150斤 让曹春兰 吓了一大跳 一辈子吓得 二三十斤 一百五六十斤 这一直到现在 王承湘一家的遭遇 让小区里的居民们 都很同情 原本一个优秀的女孩子 如今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 这些学校学名 真是蛮好的 要是个好讨厌 这个是特别可惜 都是以后 大师的家人的健康 病困 没有调业给扶持 他就思想保护 把思想保护了以后 他就根本 对家人调业的影响 以后 他就根本对象不走 他就是对家人 小区居民纷纷为王玉感到惋惜的同时 都希望寻情小组能帮助王玉回归正常生活 究竟王玉是心里出了问题 还是和父母之间有什么打不开的心结呢 寻情小组决定再次找到王玉沟通 我上大学本来我不愿意学什么经济教育的 他帮我改了志愿的 我本来是学理工的 本来是学理工的 对啊 你所渴望的志愿是什么样的志愿呢 哎 难得说呢 现在我都不想出去 你就是算 确实当时你高考的时候 只把我赌得一句罪 我跟医生快期学也可以 一些在快期学 这个蛮偏心去的国际开机修 就当时他也不想到南开大学区 就只想上企划美大 对 这辈子呢 就又还是想上交代 这个交代的分数现在没上 就写成那个 那个南开啊 或交代啊 就然后就这样跑 就丢了 用它去剪 就剪 好 这个呢 一剪呢 剪三次 手心剪两次 都是南开 好 他说是我们做的就不算 就接个东西他自己做 他自己做的 写的什么 又是剪的南开 所以就报了南开 所以就这样子 就还是就报了南开 王玉说 当时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 他原本是想报考理工类专业 可在父母的要求下 王玉报考了南开大学金融专业 可这个专业王玉并不喜欢 在王玉看来 正是父母的这个决定 耽误了自己 因此心里埋下了怨恨父母的种子 我觉得是支援没挺好 耽误了你 嗯 耽误了你 没错 那如果你学理工的话 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月几万块钱很容易 早就吃倒板了 连收入上百万 很正常 你觉得你学理工 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像是学经济还达不到这个 达不到 学经济你富饭吃的困难 那你在学校里面 学习的时候 觉得快不快乐 快乐 有什么快乐 不学嘛 不学无数嘛 钱于其穷嘛 是不是 给资议你也不能买任务门啊 历史的 若美养维生的方法跟你告 人家香港那个李嘉诚小学毕业 现在还是亚洲首富的 人家不读书还是有钱 知道吗 就不止财运 只能这么说 人倒霉 你这么想发财 不是 你这么想发财 这问题是 现在是 根本没有发财 你觉得你这种状态也是正常的吗 也不是说不正常 很正常 你觉得你这种状态是正常的吗 对 你现在一般的大学 必须是多少钱吗 普通的 三千五千 跟民校的 万百块钱一个月 正常 王玉沉浸在自己的一套成功学理 无法自拔 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 对于寻情小组提出 要他去看心理医生的要求 王玉也是断然拒绝 有一个好的心理医生 心理专家 跟你聊聊天 没有用 我跟你说没有用 你得到吗 你首先要试一试 我现在 你觉得我看 好像就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 工作不稳定而已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也没有什么必要 严重大 一定要去看什么 心理医生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现在生活状态 是不正常的 对 因为就是说 就从你这个生活状态 来这一点来看 这个心理都不是很健康 对 所以你承认吗 对不对 对 那既然不健康 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 首先从自身开始做起 不用去看医生 你不看医生 看什么医生 心理医生 你正常的生活 你都没办法保证 你还请去看医生 王宇认为 自己目前的状态很正常 只是因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而生活比较颓废而已 丝毫不认为 自己心理出了问题 看到女儿这样的态度 父母极了 你还是可以看好表 就整好我的心理就撑过架 妈妈妈都别的要去 很简单的你就撑过架 你适当的就养好自己 不要我们来养你的 所以你自己给想 你36岁的 你自己要怎么过 要怎么想 反正我从今天起 我不得管你的 要不然我自己放开一步 我真的扔他 我或者是躲到哪个地方 你个人就都要的 我真的 恩事好累 我真的好累好累啊 我几乎怎么过 我也是这样遗憾事 你又怎么过 你不可祖师 不可家人 不可成家 你怎么干 今天妈妈并不是这样 哥哥不是那群里的丑 恩事是要来 要读书评到 那哥哥姐姐们来 来办你的忙 也要 要成妻的 不敢是成菜 你要成妻 想得搞 自己有个家 你自己好过去吧 你妈的家 我们也不好过 你自己也不好过 你别就是社会上的人 你你要走 这个都社会的吧 无论父母如何劝说 王玉都不愿跟随 寻情小组 去往医院治疗 甚至埋怨父母的做法 对于王玉固执的态度 作为父母的 王承湘和曹春兰 既无奈又绝望 辛苦大半辈子 花尽必生积蓄 可如今 女儿不仅不念及 父母的养育栽培之恩 反倒把自己遭遇的挫折 无端强加于父母身上 想到这里 夫妻俩就很伤心 来 你是心里有病 来 油表你就接 来 哥哥他们带到你去看一看 哥还不是好机会啊 你就把心结打开一下子 你怎么是干的啊 你也是毛都不要 你就心里不得我样子流去吧 不得我个样子怎么着 天哪跟困到路里啊 不去跟周四啊 不是有社会接触啊 你的腾胸你都不接触 你家里就是每天 管着我到上层铺啊 就困到那铺上 天哪困到那铺上去 过得你死啊 曹春兰说 她和老伴都是企业退休职工 虽然单位效益一般 但加上一辈子的积蓄 两人在市区内买一套房子 应该不成问题 可是因为女儿王玉 两人几乎花光了积蓄 因此只能窝居在连租房里 是那个连租房小区 连租房小区 对啊 这个租金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是五十多块钱 一年大概是七百多块钱的房租钱 你们六十多岁了 都还没有存钱在 没有存钱 买房子 没有 全部给你 全部用在女儿身上 全部用在女儿身上 王成香今年六十五岁了 身体不好 曾经他和妻子曹春兰 都指望靠女儿养老 可是想起女儿如今的状况 连独立生活都成问题 何谈养他们的狼 至于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呢 我又老十五了 大概老十岁了 他现在还是这样的 精神状态 这个死亡问题的 各家等他 就我们随时 相当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 你做父亲已经成功了 这些压力 你做父亲已经成功了 你做父亲已经成功了 你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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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 刚 刚得个疼去啊 伤心 王成香说 最近做梦 常常梦到小时候的女儿 听话乖巧的模样 可梦一醒来 却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泪水早已打湿了枕筋 可对于眼下的状态 老两口想尽了办法 却又无可奈何 但是跟死亡啊 要想的话耶稣 不可能做得了一步 人生一世啊 做一世 就是你以前 曾经让你那么骄傲 是吧 对 现在又让你这么焦心 哎 贪心啊 贪心啊 将得贪心的血流呢 跟他 也不是一天两天 而你的关系 也不是 这种旅展自行真的 这么十多年来 这么择我们 就不好受 可怜天下父母心 儿女幼小时 花尽了心血培养他们 希望子女能够长大成才 其实 父母并不妥 儿女的回报 只是希望他们的生活 能够幸福美满 起码应该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现实却给了 王成香和曹春兰 深渊一般的落差 他们不光没有享受到 女儿的福 反倒是在花甲之年 还要窝居连租房 过着痛苦而担忧的生活 而更让他们无奈的是 女儿王玉 会及记医 坚持不愿意去医院治疗 面对这样的状况 寻情小组又该如何帮助 这苦命的一家人呢 第二天 寻情小组单独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 将王玉目前的状况 反映给了科主任刘光雅医生 并给刘医生看了王玉的视频 她这个讲话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你跟我说 你跟她沟通的内容 对对对 有一点点夸大 就是说要么找工作 要么我就要找个200万 什么样的工作 对对对对 要不然就觉得委屈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她的东西全都丢在这个床边上 嗯 通过观看视频 刘光雅主任对于王玉的现状有了一些了解 从王玉说不切实际的话 不讲个人卫生 这几点来看 王玉确实患有心理疾病 这个算是一个青年女性 36岁了 根据她能够名牌大学 大学毕业的情况来看 她没有智力方面的问题 是基本上可以排除的 但是有没有人格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能还要看 她成长过程当中 她父母还需要提供一些信息 比如说人格方面有没有特别的固执啊 有没有就是追求完美啊 或者跟人际交往方面有没有问题 这个还要看 从主要的临床症状来看 这个有几个主要的 比如说懒散 不讲卫生啊 孤僻啊 不出门 不与家人交往啊 这是一个一组症状 我们一般叫她像是阴性症状为主的 为什么她这么多年 她不会往这方面想医 就因为她文化程度比较高 她有些怪异的思维 她不表达 所以她最开始不被察觉 但是最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 这个怪异的情况 越来越有外显的行为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这不对劲了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因素 我认为第一个诊断 要考虑精神分裂症的可能 以孤僻为主的 但是她有些怪异行为 可能也存在有些妄想的内容 我们还要跟病人接触 主要看她内心的体验 在医学上 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界限在于 是否对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还能进行正常的工作 学习和家庭生活 还是在心理问题范畴 其程度不算病 而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 最大区别在于 是否需要用药物治疗 我们按照精神病学的 这个现在的诊断标准 大概有200多种精神类的疾病 那从游戏到重的可能就是 你看我们医院的这些科室设置 就大概可见一般 从普通的心理问题 可能我们就是心理咨询 就要普通心理问题的咨询 接下来就可能有些人 程度会加重 因为遇到一些 还是一些刺激 或者经历过什么事情之后 会有失眠 对不对 失眠完了之后 就会有焦虑 有些抑郁 焦虑抑郁里面 我们就分轻中中度 严重的标准 就是影响他的社会功能 像刚才跟我提供资料的 这个病人可能就属于重性精神疾病 重性精神疾病和轻的 或者说我们认为可以 自愿治疗的病人 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重性疾病的患者 往往认为我没有病 所以 他认为没有病 他就不会愿意自愿治疗 所以我们才用封闭式的方式 那这类病呢 从发病率比较高的 我说几种啊 主要是精神分裂症 双向情感障碍 还有一种就是 双向情感障碍里面 有抑郁发作 有造谎发作 还有一个就是重性抑郁 刘光雅主任表示 对于王玉的病 必须马上住院进行封闭治疗 但这必须尊重患者本人的意见 于是寻情小组 马上赶往乡乡 找到了王承乡夫妇 根据你提供的这些情况 这个 他的病是比较长了 就像你现在回应 他刚好开始 那段时间可能就有问题 只是那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特别严重 现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有点时间有点长了 有十四五年了 从你提供的这些情况来看 他的慢生精神分裂症 是一种相对来说 比较重的一种精神疾病 但是因为他学历也比较高 还是受教育程度啊 这些方面 比较好 还是很有治疗的价值 你还是要想办法 带他来医院看 想办法带他来 你尽量是劝着他来 实在劝不来的 你再担忽下去 就担忽了他一辈子了 还是要试试看 能治疗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要做好让他住院治疗和准备 视频中刘光亚医生又进一步了解了王玉的病情 如果不及时治疗 病情可能会更加恶化 甚至会伤及父母及周围人 因此必须马上住院治疗 反正现在看来呢 这个是精神疾病症可能性大 但是一个病史比较长了 一个就是对你刚才提供的 他还有一些类似像强迫的症状 还有一点那种群体变形的症状 你可能不太明白 总的来说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 这个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诊 但是你还是要试一试 也有可能经过治疗他会好蛮多 如果你那个时候早点治疗的话 说病能恢复的就跟正常的人差不太多 但是现在时间有点长了 我也不敢给你保证说 你治疗就一定会怎么样 至少你现在要好 所以你还是要想办法带她到医院里来 听到刘医生诊断女儿王承香夫妇 似乎早有了心理准备 他们也曾想带女儿去医院治疗 可是每次提到这件事 总是遭到王玉的强烈反对 夫妇俩年事已高 体弱多病 根本拗不过王玉 只能听之认之 你回来 你打了十分了 你想跟你说 你是要一年了 我们总觉得你还是有点不对 十几年都不跟着也不成家 就 你是打了你到厂室给你看一下 要的吧 我去班了 我去班了 你好 我去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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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班了 我们已经跟你联系好了医院 联系好了医生专家 你去看一看行不行 我去班了 我自己回去看好吧 不是 你关键你这么长时间了 你都没去看过呀 我去班了 我去班了 没关系了 你别走出来 你别走出来 你别走出来拔了我好不好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 你父母心担心呢 是不是 不担心是没有用的 可以吗 但是 不是 你这样的你先回来好不好 回来 我现在在家里 你介绍一面好不好 我现在在家里 我现在在家里 你介绍一面好不好 那你现在这么冷的天 你在外面干嘛呢 那你现在这么冷的天 你现在你心里 你别来麻烦我们好不好 我有什么事情 我自己会阻力 我阻力不了 我也不想办法 电话里 王玉再次拒绝了 寻情小组的要求 他表示 清楚自己的病情 不愿去医院 接受治疗 你 我的脑子感到不好听 你 你 现在我是跟你整理了 不是你跟我整理 晓得不 我老师都睡了 你还养着那个三十多岁的 老师老师 这个房子很远 你又能找 那我就不晓得了 你不是犯罪 你是有病 是要给你 想要给你治好 哪里有个买了 买了三十多岁 年纪轻轻的 又不去个州市 又不成家 又不离 又不离业 又不结婚 又不成心啊 哪里是滚子滚呢 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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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他干的 跟他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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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 电话那头 王玉挂断了电话 随后电话也关机了 面对女儿这样的态度 王承湘和曹春兰绝望了 眼下正值新春佳节 为了帮助王承湘一家解决生活困难 寻情小组来到了他们户籍所在的乡乡市物门前社区 社区的话在困难帮扶这块呢 确实有一定的有困难帮扶啊 有扶贫慰问啊 还有就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啊 那都还是有的 他家里的话以前其实在他退休之前 他家里就是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物门前社区党职部书记张喜告诉寻情小组 王承湘和老伴都是下岗职工 社区已经把他们家 纳入了生活最低保障家庭 并给予了一定的帮扶措施 但目前夫妻哪最需要帮助的 还是他们的女儿王玉 社区工作人员说 眼下王玉最需要的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只要王玉能够认真接受治疗 精神状态康复了 社区将会组织他参加招聘会 希望他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直到我们节目播出的当天 王玉依然没有去医院接受治疗 这不免让我们感到惋惜 原本是一个成绩优异 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原本可以成为社会的动良之才 却成为了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因此他的整个人生整个家庭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王玉的想法和行为 我们无法指责 只能同情 并寄希望于他能够早一点去医院 进行系统治疗 或许还有康复的希望 与此同时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社会 能够对精神疾病的患者 这个特殊群体 能够少一份歧视 多一份关怀 用社会的力量 帮助他们走出来 回归家庭 回归社会 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 有没有尽容 情义无价值 爱无虚理由 寻找一个渡客 寻找一个渡客 把自己收入